昨天表演然後今天又來表演 明天我又要從凌晨到四點開始去拍一下這MV 明天是四點 所以我經常回不了基隆 因為等一下還要去沈志邦家 就是不要表演 沈志邦應該他們等下會來吧 所以就往那個方向休息室的方向應該不會坐 然後 然後 等一下大家留下來 今天光影琴Crispy跟Leader會慢慢說話對不對 我有講說哪一個不是弄掉誰嗎 沒有 還有今天831跟5月天 晚一點還有TCVIP 前面很CUE 晚一點Fighter有寫在這邊 欸 亂的 好想看 啊要發射 我想要喜慶迪王跟 我想要喜慶迪王跟瑪利亞凱耶兩個一起公布這件事 我就超北松 我覺得就是兩頭空的感覺真的很煩 原本期待他 想說 好瑪利亞凱莉被其實都擠掉了 那票價再貴 就當作一人吃兩人布好了 就是 反正就來一個人 我就看兩倍的錢 我也就摘了 兩個都不來了 你花錢還看不到 唉很深 然後 然後 對 但是他還是看得到兩邊想換成金樂團 那我們 無恥 我們在旁邊的那個 有人在買CD嗎 謝謝你們 你們今天回去 路上可能會撿到錢 我覺得蠻幸運的 好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 前一陣子買了兜 對 那刮刀都大恐怖 你知道我那天 發片 演唱會前一天 我去 去買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 那個財券行 我就想說 我就心裡邊 一直想說 讓我拿點錢 好 這是真的窮殘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刮 我就刮了一張一百塊的 忘記是哪一個 哪一個牌子 然後得到一個一百塊 結果我就拿去再換了一張 就崩潰了 然後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任何屁 那我覺得 真的沒有辦法的事情 然後 真的承認 希望大家可以去買CD 就是 會有好報的 我們 希望這樣 因為厄運全部在我身上了 所以 我們把所有好的 都留在那張專輯裡面 希望你們可以支持一下 哪怕我現在的首歌 是一個無恥的歌 媽媽帶小孩的 就可以把小孩都誣住 就不要讓他長大 成為一個性格扭曲的人 那就可以不要讓他聽這首歌 這首歌 這首歌講的是就是 一個 因為我是覺得說 我們就不是那種 很夯的那種 就是那種 那種校草級的人物啊 什麼的 就是 我們大概在草旁邊那朵 十那個等級的 然後 其實是對於那種 那種 校草 或者是那種校花的生活 那種萬人迷啊 那種千人展的生活 可能很好奇 然後我自己寫這首歌 我就想說 或許他們內心 或者 就你知道 總是覺得 不行 你一定有哪邊不對 你不可能這麼完美 但你應該心理 或是人格上有點缺陷吧 我想 所以我就寫這首歌 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些人 他們或許 看 外表看起來好像這個章 一個換一個 可是他們或許內心 希望是一個 穩定下來的 安定的一個 一個 比較像關係 這樣 那所以這首歌叫做 我知道你喜歡我 所以就很算 雖然自己 我本身出來 非常沒有說服力 但是 大家就自己想像 如果今天是別人 還好一點 然後想舉例 可是我去舉誰 都會出事 開始唱 好